美国嘴上说维护联合国宪章的中心地位 但是三岁小孩也看得出 事实刚好相反 当联合国安理会拒绝授权美国向南联盟 伊拉克 叙利亚等国动武时 美国和北约就把联合国扔在一边 对主权国家大打出手 肆意干涉 美国嘴上说尊重人权 但美国及其盟友对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导致30多万平民丧生 2600多万人沦为难民 却没有一人受到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的追究 美国还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军战争罪行进行制裁 美国嘴上说反对经济胁迫 但美国恰恰是胁迫外交的发明人和其大成者 胁迫对象不分大小 不分远近 甚至不分敌友 美国对古代实行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和制裁 对伊朗的制裁也已长达40多年 美国对欧盟日本等自己盟友捅刀的事情 也屡见不鲜 毫不手软 事实证明 美国是最大的虚假信息散布者 胁迫外交施暴者 世界和平稳定破坏者 从美欧对话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四边机制 五眼联盟 美国打着民主人权规则秩序的旗号 干的却是制造分裂 挑动对抗 损人利己的勾当 不仅小国弱国的利益受到伤害 欧洲等盟友也要为美国的自私自利付出沉重代价 希望欧盟认清事实 不要助纣为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对自己分装察到扰